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深圳的金坑古镇 由福田口岸站乘搭地铁10号线 来到这个金坑站B出口 车程约45分钟 在原着金里路 步行705米 约10分钟时间 就来到位于龙江区的金坑古镇 南门牌坊 又叫金坑客家小镇 来到药根鸡这间彩馆 必须要试下这里的客家菜 第一味菜我选择了酸菜炒大腸 好味道 酸菜够爽口 咸味适中 只是猪腸煮得不够透 有点银 第二味是苦筍煲 苦筍质味脆嫩 清香味金坑 梅甜滑口 如果不介意味苦的话 我认为有惊喜太好吃 另外炒牛三脆 加了西芹牛肚 和爽口的牛肉 口感够丰富 又是好味 最后吃客家炒面 配菜虽然简单 但面条吃起来够弹牙 醬汁特别浓郁 而油份量控制刚刚好 至于鸡蛋和葱的香味 令人有一种吃不停的感觉 五碟食物给我们二人吃清了 好味道 太饱了 接着来说回正题 这里全日开放 免预约 不需要买门票 因为免费 但某些景区需要收费 请大家要注意 金坑古镇 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 客家古村落 是深圳十大客家村落之一 被誉为深圳小丽岗的情侯 来到金坑古井旁边 有人以水酿酒 招待来客 至于金坑古井 现已成为祈福井 更发现大量祈福红丝带 绑在古井旁的许宴木梁之上 目的是以求家人安康幸福 来到这个新浪门客栈 是整个金坑古镇 最受欢迎的打卡位 因为确实建筑物 起得很漂亮 今晚博物馆 除了讲一下金坑历史之外 还有讲解客家人迁移的过程 和客家人的独特文化 如果想深入了解金坑 和整个客家人的文化 来到这里就適合大家了 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 客家妇女要和男人一样 去耕田种地 这个时候的妇女 是不能够随便抛头露面 因此 带上有母怜的良母外出 就可以避免遗族 去耕田种地 如果去到金坑古镇 北门那边出去 再走远些少 就是24市书院 这里的人资收费 日票是60元 而夜票是39元 这座文献楼 是一个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 古建筑大宅 在这里可以找到 有关24市4000年的历史文化 还有有关金柱本24市 起了27年成书的历程 当时对正市 有关文言文 和其他残缺的古主 进行大规模的整理 24市的内容 行过了中国 古代政治 经济 军事 思想 文化 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进去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紅汗術 三五個星 這裡是模仿古代園林設計的書院 這裡的仿古建築特別的地方 就是將不少層層變成落地大玻璃 而網上邊最多人打卡的位置 就是走到最深 這裡又是有一個河花池 而旁邊掛滿了燈籠的寺記地 如果想晚上進來參觀的話 加上池中的倒影 整個畫面的感覺是非常之魔幻 對,那邊有一個河花的是 跟著再加上池中的海女 雖然是深入口 雖然是深入中的地方 雖然是深入中的地方 但是又是深入中的地圖 是深入中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书院这个地方不算大,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 打卡绕一个圈,大概只需要一个小时 在里面提供了3万冊的经典精选图书 而晚上坐在书房里,听听蟲叫声有另一番风味 是文人浪漫的好去处 在书房里,听蟲叫声有另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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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房里,听蟲叫声有多孚 这灯色太美了 眼泽这座金坑炮楼 是带防疫性质的民居建筑 在以前村民是用来抵抗强度入侵 整个金坑小镇地方不算很大 正常一日可以走完 除非深度游加打卡和拍片 用的时间比较多 可考虑入住酒店 分两天去玩比较舒服 金利行简单来说就是吃街 始终这里是以客家文化做主题 有几档是买一些客家特色小食 例如泪茶和茶果等等 价钱都比较合理 来到颠倒博物馆 是我最疯狂打卡和玩得最瘋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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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t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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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